中俄贸易通道上盖章达人 转岗季 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 随着一列宽轨入境列车 到达随分合战南厂 解入连捡大楼那一片繁忙 张宗奇 这趟入境到达的俄车里 有5个公用车 做好标记 咱们需要给俄方付车辆使用费 别逗了 赵承辉细心地提示着班组成员 赵承辉是哈尔宾局集团公司 随分合战国际联运交接所的一名翻译员 5年前 他曾在相聚中国劫劳动最光荣栏目 用特有的轮压盖章法 向大家展示惊人的盖章记忆 被大家称为盖章达人 而今 随着一代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数字口岸系统 已经在随分合铁路口岸投入使用两年 真正让该口岸和进出口企业 以及额铁站体验到了 五指化通关时代的便利高效 曾经在国际联运战线上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印章 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 印章的消失 让赵承辉盖章达人在繁忙的加盖章记中解脱出来 他说 当我看见满满一箱子印章的老朋友被搬走时 真有些舍不得 而当我感受到电子信息时代的快速 准确 高效 我深深感到我能为中俄贸易通道 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更多的工作而感到自豪 现在 在数字口岸系统里直接翻译货票 取消货票录入岗位人员 使一列入境班列的货票翻译录入 由原先的90分钟 缩短到了45分钟以内 节省一半以上时间 翻译岗位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系统的应用 赵承辉闲暇和休息时间 就来到单位内勤大厅 练习电脑操作和信息数据录入 从最初的一分钟打二三十字左右 到现在熟练打字到六十多字 特别在电脑系统操作上 他熟练掌握数字系统的各种操作技能 在数字口岸系统刚投入使用时 赵承辉录入收货人的公司名称后 不能直接生成货物代理公司的名称 代理公司无法曝光回票 赵承辉马上反馈到车间 找到系统客体组 及时解决了此问题 同事们都笑着称赞他 不仅是盖章达人 还且是电脑达人 2021年隋分和铁路口岸全年 进出口货物850万吨 进出净达3850列货车 即13.7万车左右 使用数字口岸系统后 被省略的车记达70万个 虽然赵承辉昔日盖章达人的光环消失了 但他坚信 努力敬业工作的人自带光环 在中俄国际贸易通道 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征程中 赵承辉脚踏实地地默默奉献着